等一下請你幫我開啟 在上課資料裡面有一個叫曲面素材的資料夾 這邊有個叫做N side 就是N測曲面 幫我開啟這個N測曲面 那我們來跟同學來講一下 我們在做圖的時候 如果以曲面做圖來講 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我們以前所教的這些東西 就是這一堆 就是這一堆 你可以用隱身的方式做出曲面 用旋轉的方式做出曲面 或者是呢去做一些線條 然後呢做到所謂的用邊界混層的方式做曲面 或者是用這邊很多混層的方式去做曲面 好這是一種方法 好 那通常呢像這種用邊界混層的方式去做的時候呢 通常 比較常用的是所謂的四邊面的方式 就是你是四個邊的 你的曲面的邊數 你的曲線的邊數是四個邊的 好基本上是四個邊的 那如果你碰到這種五個邊的怎麼辦 6個邊的 12345 5個邊抱歉 如果你碰到這種五個邊的怎麼辦 你用邊界混層可以嗎 用邊界混層你會發現你的第一方向 你選這邊 選這邊 第二方向呢 你選這邊 選這邊 哇這邊有個相鄰的邊 相鄰的邊不能夠當作是你的某一個方向鏈裡面的東西 你會發現你沒有辦法用混層的方式去做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有什麼 我們還可以有之前有做新增功能裡面 有一個叫做 恩測補罪 恩測補罪或者是把它想成是恩測曲面 恩測曲面一定要 五個邊以上 好五個或五個邊以上 才能夠用恩測曲面 而且 邊跟邊之間的線條都要相連接在一起 不能夠凸出來 邊界混層有時候可以讓你凸出來 你只要做一個採檢位置 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那個邊線 可是呢在恩測補罪裡面的做法呢是 你必須要五個邊一定要相連接在一起才行 好這邊有一個叫做恩測補罪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種的叫做造型曲面 好那造型曲面呢基本上 跟邊界混層有些類似 但是呢他更自由 好但是他更自由 我們呢今天會講一下恩測補罪 跟造型曲面 好那 其實做曲面最重要的就是線條 其實你線條做出來了 曲面只是照著你的線條去完成而已 好所以呢我們先教同學 你們在做造型曲面的時候也好 做恩測補罪也好 還是做我們一般這種傳統的曲面造型也好 所有的線條你都可以從草匯裡面做 你草匯裡面所做出來的線條恩測補罪也接受 造型曲面也接受你用原本的方式去做的線條 或者是你從造型裡面所做好的線條 好最後完成之後再回到外部來用邊界混層的方式做 或者是用恩測補罪的方式做都可以 他們都是彼此相通的 等於是說你有好多種建立曲線的方式 你也有好多種鋪面的方式 那基本上就是看你 他算出來的東西 他的背後的數學計算式算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你要的 沒有說哪一個好或哪一個不好 有的時候呢你用恩測補罪做做看 得出來的效果 你用造型試試看 得出來的效果 你發現造型的效果好像比較好 那我就選造型 我覺得恩測補罪的效果比較好 我就用恩測補罪 沒有說 哪一個是對哪一個是錯 純粹是看看你做出來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呢 稍微跟同學講一下 這些東西都是做圖的方式 你如果你的東西是比較 規則型的 你可能根本用不到造型 如果說你的東西可能是 不規則型的 以產品的外型居多的 你可能會常常用到造型 就是純粹看你 工作的內容是什麼 有些人根本不會用到這個 他覺得我這些東西我很活用 我就已經很厲害了 那有些時候呢可能 當你了解到造型曲面的時候 你可能在做圖上可以 更彈性一點 好這是 這幾種 做面的方式 好讓同學先稍微了解一下 好然後呢同學可以幫我打開這個 恩賽的這個圖檔 好 後來 感谢观看